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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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时间了 今天港股也没有什么运行 跌过三百多 但幸好那些传统股可以 科技股不行 看到半天跌幅收窄到176点 23612点 都不算有什么惊喜 成交静静的 773多 究竟后市看得好还是看淡 立即请教嘉宾有姚浩然 Hello Patrick 你好 Hello 羅永 你好 是啊 问多多位嘉宾 大家都觉得会再试底 你觉得是否这样的情况 今年 今年来说剩下一个月 但未来有几个不明朗因素 包括内地的监管问题 内地的经济都比较弱 大家对各企盈利来说 都比较审慎 内房债的问题也未解决 这些等等的因素 都令到自身的中指股份 是有些调整压力的 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来说 我只觉得港股来说 在未来这个月都不排除 可能会再试一些低一点的水平 初步来说 在两万三附近 希望会有一个支持在 但是我想大家的意欲 都是比较观望性为主 所以你看得到 那个交投量方面 都是比较淡静一点的 是啊 如果这样 是否市底的机会比较多些 暂时是看来说 市底的机会比较大 除非你说突然之间有些降准 甚至乎是夹淡仓情况 否则如果你以一个 基本面去看的时候 短期来说 就仍然都有向下市低位的压力 好 简单来说 Patrick 你看会去到什么水平 我想暂时看来说 就两万三千点左右 除非外围的股票市场来说 真是再进一步的大跌 但是暂时可以看 因为我觉得美股 都是一个叫做大涨小回的情况 不是说一些很显著的下跌 所以变成这样的情形之下 暂时看它两万三千的 好 都是看着 之前虽然两万三千一了 都做了个底部 但可能会跌出 两万三左右差不多了 当然我们要看拖着市落 今天都是离不开科技股 一堆卸下来 为什么呢 大家众说纷纹 有些都是觉得 内地叫车公司滴滴出行 准备由美国转到香港上市 分析都觉得 中美双方的监管难力之下 更多公司会有类似的行动 是不是真的怕监管呢 Patrick 其实都是 始终监管的问题 都是继续困扰着 内地一些科技股 而实际上 看回之前出的第三季业绩 普遍来说 其实都不是那么理想 真的比较好 那些就只有京东一只 其余大部分来说 都是比预期差 所以变了来说 再加上 未来都不排除 可能会加监管的呈现之下来说 变了科技股都是向下 所以 因为科技股在行资的比重 其实都不小 而他们的跌幅 亦都是直接拖低了行资的表现 那如果现在拿着的朋友 你会见到他们怎样做 特别是阿里巴巴有跌的 116元上市低位都见过 还混不混货好呢 还是还是静观其变 甚至乎狠心些 那就先沽货走人 我想阿里巴巴来说 我自己都是看淡的 如果还拿着的话 我都会沽的 都会换马的 始终如果你说 在中資科技股裏面 我覺得騰訊比較好些 原因來講就是它那個黏貼度比較強些 還有雖然如果你看到第三個業績好像差了預期 但是如果你看到其他人來講 其實它相對上都算不太好 那變成我覺得如果真的要選 我只會留一隻騰訊 而阿里巴巴來講就是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不追溯 第二就是如果有貨的話 我都會找位就算它不反彈來講 可能都會換話的 好啊 就是說都是走圍相著 藥費股 其他科技股沒什麼好東西 聽Patrick這麼說 小隻那些包括BillyBilly 不理不理 快手 還有第二大網友 僅次於騰訊 大家留意著網易 今天都要跌7%過外 不如繼續尋一下寶 這個版塊 Patrick說得騰訊相對可以 資源股又怎麼看法呢 油價相當之錯 看實際又早究竟真的會不會調整 自己增加產量的額度 還有看著疫情去改變 今天中石化 中石油升到1-2% 有份撐著的市 煤股值得一談 因為中國神話 染煤 中煤能源 近中午升幅擴大 三隻其實都升到7% 原因是發改位打算上條明年 煤炭長協基準價三成去到700元一噸 如果是這樣 起碼容許他們長期的合約都加價 一改 之前說因為電方要押他們煤價的口風 Patrick 這個是不是利好呢 又值不值得坐著順風車買一下煤股 其實都是的 因為煤價長期合約能夠上升 市場都春景著 對它的營齡方面 會有正面幫助 煤炭股今天其實都升得挺多 也挺好 我覺得可以繼續保持著 但因為這些資源股其實波幅都很大 我覺得可以用今天的低位作為止洩位 如果穿今天的低位來說就離開 好 難以染煤為例 對 因為它稍微破位 也算是煤炭股裏相當強的一隻 之前調整一輪 看到去到約莫11元邊就逐步捉底 然後今天破了一個月的高位14.7元 如果像你說的 今天低位13.2號45元 即短期內不穿 現價又買不買得過呢 還是要等一等才好些呢 我覺得現價追 可能你要走得很快 上邊未必說太多 我覺得用這些位賣來講 用13.2元的位置 作為一個止洩位 如果穿這個位置就持續 穿了就要走 上網來說大概是16元左右 好 看看水位可能有限 轉身要快 兩個重點 還有5電 你猜我們要跟進 昨天2380 客大家又說要配股 不過它發展是清潔能源 昨天急插水 不過幸好跌幅收窄 收得住那個配股價3.8元 今天還可以升接近一成 膠銀都選它 主要就是它可以有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向綠色能源發展 這個計劃似乎是挺積極的 其他的電力股都有好表現 環電國際環能國電 升幅6至7% 不知道Patrick 你自己怎樣看法 是不是簡直是2380 還是其他本身都做新能源 或者風電股的916能源電力 這些都可取呢 我想短期來說 就是因為傳統電力 轉去一些綠色的電力 增長會比較快 大家可以看到 環電力已經做了示範 如果你說其他來說 就是中國電力 因為剛剛做了一個配股 而它集的錢都是去買一些 新能源的電力 這個來說 我覺得是比較正面一點的 還有它的發展方向 大家也都認同 我覺得短期來說 股價都可能會有機會 繼續再就強一點點 至於其他同類型的股份 除了環電力 因為環電力本身 現在那個綠色能源的比例 都達到八成多 其他的來說 就比較少一點 但是也有一個風險 就是怕短期 可能真的要做一次配股 再集資 然後才做一些收購 所以選擇來講 都是選擇二三八零 中國電力會比較好些 好的 但是它這麼搓 Patrick可不可以說多一點點 什麼位置 間入會比較好一點點 今天又會再升 都接近一成 我想它配股價三百八附近 我想四元左右賣 就是了 就穿了三個七號半 就是配股價多一點點就走 上網就可以看回 大概四個四個半的位置 就是之前 約莫做落的高位 可以參考一下 沒錯 配股價三個八都值得參考 約莫四元才買 今天已經去到四個一毫九 可以等一等 還有其他航運碼頭股 我們更新了整天 因為內地來講 寧波周山港 調高裝設費一成 所以港口股都有追捧 招商局港口更加升到一成半 清澈港都升到4% 航運股有波羅的確指數 升兩天 中外運這些物流航運股 都升到4%國外 現在來講 因為內地 港口裝設費可以升到 大摩都說對碼頭股大利好 又說招商局港口 中遠海運港口 這些六十日有七至八成機會 向上的策略報告 但是Patrick 現在它都已經上來了 而且很久沒有玩過碼頭股 短期你留不留意他們 短期都可以留意 不過如果你說碼頭和航運股 我喜歡航運股多些 原因就是普遍航運股 的息會比較高些 我自己就拿著這個東方海外 如果你看回來 中期都派了34元息 如果全年來計 末期派30來40元的話 全年都整七至七十元 變成你的息率吸引 只要波羅的海指數 還是走好那邊走的話 你的回報就更加吸引 好啊 即是說航運股 相對優勢的持續性 好些 始終有運費上調 這個憧憬 口頭補充值 1199的中遠海運港口 半日升幅都接近一乘三 好一分鐘時間到 Patrick簡單提起一些車股好嗎 我們談完船仔 因為有傳日本車廠豐田 都打算用比亞迪的刀片電池 但都照樣跌 是不是吸納的時機 你一向看好這隻股份 我覺得可以的 大概來說 在290元以下都是值得吸納的 我想今天下跌的原因 是因為昨晚理想 在美國職業那些 就下跌了來 所以拖低做今天的表現 好啊 即是說逐步去買貨 比亞迪你對他還是有信心 沒錯 是的 可能受市場氣氛拖累 看到比亞迪 今天跌了3% 其他車股 說真的 理想汽車小鵬汽車 都跟著外圍下跌 時間關係 和Patrick談到這麼多 有沒有拿著以上的股份 持有東方海外的 好啊 謝謝你了 稍後回來繼續有支付360 來到下午的開始速報 講過半天都要受壓 否則是跌貨的估計拖累之下 恆至一度跌過337點 低為23451點 見到下午回來 繼續跌174點 23614點 科技指數都跟進下 繼續摘在6000點下 最新跌幅2.2% 跌135點 做5882點 看國企指數 跌幅1.1% 跌100點 做8405點 數碼匯的港股 阿里巴巴最新跌幅4%以外 在香港上市以來的低位 現價是117.1% 騰訊方面跌幅3459.4% 美團都跌4.2% 237.2%的位置 比亞迪股份跌11.2% 做294.2% 都要收押 當中特替石京東集團跌幅7% 做318.6% 網易跌超過7% 做165.1% 再跟進下內房股 佳兆業不可用新債去換購債股份 今天跌穿1元的位置 見變了豪子股 最新低位今天到日中去過9毫二指 現在迫近日中低位 見52周低位 跌幅9% 做9毫三 看來富士康發早營起 預計今年全年可以留規外營 支持到股份一度都升過超過9% 高位1.29% 同時都是一個月以上的高位 最新升6.7% 做1.26% 跟進行運相關股份 招商局港口今早早高開之後 開始開在12.5%的位置 高開2.7% 之後越升越有 升幅至14元的樓下 樓上是接近兩個月的高位 見到最新都突破了一條五牙天線 升幅1.5%以外 做14.04元 節目時間夠了 大家好 回到自負三目零 看到有嘉賓 有Standy在旁邊陪著家 Standy你好 我們一起跟進一下廣股現在 下午開市的最新情況 繼續維持著跌百多點 跌179點 23609點 分行指數 見到金融指數 地產指數 還有得升 金融股也有份 幫忙頂著大指令它跌得不深 不過工商指數繼續要熬股 總成交方面 有超過790億 我們不如問問Standy後市表現 見到廣股 下午回來 都叫做跌幅 沒有今天早上那麼多 而且都見到其實昨天 前日兩天 都連升了兩天 不過你是不是覺得 似乎還是個勢頭未轉 可能都是一個拉腳局面 是呀 你剛剛提及到 其實現在這一刻 廣股跌幅好像收窄一點 最主要都是 因為你見到好像匯控 甚至乎廣交所 今天中午美市的時間 開始發力 現在又如何愈勝愈多 使得市的跌幅 就好像不斷在那裡 收窄一點 但是整個形勢 還不是太樂觀 特別是說 大家可能仍然比較擔心 第一 就是我們變種病毒 演化的情況 第二是說 中海股也有些相對 比較不利的消息 雖然到大市的投資氣氛 我覺得仍然都可能 相對大家會審慎一些 都可能會處於一個比較是幾孤猛的狀態 所以大市 即使你說彈上來也好 過年兩日彈也好 嚴格上彈得不多 你見到美股一彈那一刻 也很厲害 但我們廣股這邊 彈上去 真的好像 好似都是八零二百點 這樣的情況 而且二萬三千七 都還有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上 你當是一個好彈的指標 即是沒有前途上 除非有些突然的 比較上資料的消息 否則要衝破這個位置 甚至乎 大概二萬四樓上的機會 我覺得是不高的 但問題是 當大家處於一個 比較小孤猛的狀態情況下 變得市味好像有一點 而不上不下的情況 所以暫時來說 大概二萬三千七 是一個中間位置 即是都在這個位置 可能先拉它 如果這樣拉腳腳的話 即是有時看到一些 角度板塊 很多股份跌 是否都不要那麼心急罵著 真的不要那麼心急 特別是你看到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說是很多的股份 很明顯的 強勢那一批 就真的好像不懂跌 即是你看到一段 可能是破頂 甚至乎不斷 可能在高位那裡整固 但是相片之下 有一批弱勢股 即使彈也好 彈得不多之餘 一跌下去 就真的可能會破底 所以變相之下 我想有一批弱勢股 這一段的時間 大家都是摸一下就算 好 簡單來說還是觀望狀態 會好些 看好些市況 多因素也要看 疫情因素也要多看一會 好 我們不如再跟進 其子的表現又如何 即月份是跌155點 下個月即1月份 跌157點 總成交方面 有5萬8千多張 馬上看北水情況又如何 其實北水都連續 只買了港湖7天 今天都繼續見到一個淨流入的情況 最新是流入了18億 進來港股這一邊 好 我們不如說一下 升的板塊 因為今天都看了很多股份跌 都看到 我們找些開心去衝起一下 就是煤炭股 其實煤炭股 又不是今早開出來 就說表現很好 大約到10點 11點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抽升 例如版面上這三隻 每一隻都說一下技術指標 就例如版面上 第一隻的遠周煤 其實計一計 都連升了五天 股價見了一個月高位 今天升幅又擴大了 升了百分之九個外 至於這隻中煤 就是版面上第二隻 重上了二十天線 股價見了超過三個月高 另外一隻神華 重上了五十天線 就是版面上最後一隻 都見了一個月高位 暫時都升幅有百分之八 Stanley 先簡單 評一評 你怎樣看這個版塊 煤股過去這段時間 都幾大順大落 最主要原理就是 大家都知道 很受到一些 煤價的影響 之前有一陣子的時間 煤價吹得很厲害的時候 他們的走勢 挺漂亮的 但因為最突然之間 因為內地方面 開始有些政策的干預 煤價急跌下來 令到股價也下降 不少 嚴格上 我就對煤股一般滿 因為始終我覺得 如果以長勝法章去看 一定是新能源的方向 比較明確 但是煤股 又不會突然間 立即可以去到不用呢 還未至於是 而且在個別的股份 其實沒有程度上 我也覺得它有一些賣點 所以我覺得又差不去 只不過 可能要等到 有些比較多的利好消息 配合之下 可能那個走勢 才會比較好些之餘 還有我覺得 策略上 比較短才會比較好些 我們剛才跟家庭觀眾解釋了 煤股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煤炭價格 沒錯 今天到底升什麼 我們都看看 應該都是跟煤炭價格有關的 事關內煤就報道 發改委 就明年煤炭長期合約 徵求意見 建議5500大卡動力煤價 調整區間定在550至850元人民幣 下水煤 即是經水路運輸的煤炭 基準價定在700元人民幣 即是較之前530元這個水平 加了價三成那麼多 Stanley 其實問問你 你覺得其實這樣 是不是都引來了一個 其實就是煤企加價的衝勁呢 你說是不是加價的衝勁 有很多人看 不過有件事是真的 或者大家之前的時間 都有點擔心就是 因為可能大家之前 可能聽到的都是一些 可能說煤價要去那個價格太高了 要按下去 所以令到煤價的走勢 其實都叫做幾波動一下 但是你說現在這一下 即是現在叫做 可能你說有些叫做指導性 就是大概是知道那個 的價格是什麼水平 反而令市場可能叫做 鬆一下口氣 因為你之前的時間 因為真的你可以說那個價格 我想那個叫做參考水平的時間 大家很擔心 擔心會不會有機會 究竟現在這個價格 這一刻的價格 究竟是否合理呢 大家就用這個擔憂 反而你說現在有些叫做指導性之後 大家變成了整件事 明朗化了 所以為什麼你說這批股份 今天的時間 有一旦呢 最主要是大家可能覺得 整個版塊的看法 清晰了 那會不會變相之下 那些叫做 加上一些未來因素 其實最近就是其中一個煤炭價格下跌的原因 就是內地政府想去控制那個煤價 就是要壓低它 那這次呢 解釋多清一點 就是基準價提高 是不是都意味著那個調控是在放寬 有這樣的可能性 當然你說是否真的會鬆很多 又未至於是 但是至少是令大家可能這方面的 可能相關的陰霾 暫時叫做那段落 那都是相對比較上來 比較好一些 而且這批股份 亦都不講述 其實它的升 都不是現在這一刻 這一段的事 這段來講 都帶了不少相來 都可以反映回 網前律上 大家都預計回 可能相關有些的煤價方面 都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好啊 不如再看看煤價走勢 我們看一看 即是內地網的報價平台 看到那個動力煤期貨價格 最新大約是840元人民幣這個水平 看回圖 年初至今升得很快 十月的時候就見了高位 那個尖端看到 那時突破1900元人民幣 創了歷史新高 之後因為監管頻頻出手 干預煤價要求煤企增產等等 看著價格又回落 現在看一看動力煤的價格 恢復到今年6月7月的時候 那個水平 就是之前整股的位置 Stanley問一下你 之前也有說過煤炭價格太高 現在這個價格 這樣的話 煤企是否也叫做有錢賺的範圍 或者全部錄下來 我想雙方面 第一就是因為之前的時間煤價太高 當然煤企的力量很豐厚 但是同一時間電股就真是慘了 電廠真是每個人都互不堪言 但是你說現在隨著煤價 可能你去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 變相之下 當然煤企一定是賺少了 這個是真的 但是你對於一些電廠的情況去看的話 壓力沒有那麼大 還有為什麼呢 其實煤價有一點是這個回合 自己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進口煤多了 你看到一些電廠的煤伏存量 其實有一個挺充裕的水平 所以變相當是一些自動調節 但是假設煤價長期地 對於這些水平的環 其實對於煤企也好 對於電企也好 對於電企也好 都是一件好事 好啊 我們不如再看看每股的股價走勢 剛才用過三種煤炭股來比較的話 看到近期走勢 真是最厲害的就是燃州煤 中煤反而就頑皮一點 看到近一個月 所以三個月都是要跌的 其實如果你選股上 你覺得有沒有任何操作空間呢 或者有什麼啟示 可能追落後好一點 還是繼續跟一個勢頭好一點的股份呢 兩樣都可以做一個創考的 但是當然 如果你以一個比較上 中融一點 比較保守一點的情況 都是有什麼神話 神話始終就是 它的業務比較上廣泛一點 即是煤、電 它也有做 因為它有五番要做的 煤、電、路、港行 煤和電是比較大的部分 基本上如果你假設煤價穩定的話 兩方面都相對會比較有利一點 這是第一 第二 很多朋友選擇中國神話 為什麼呢? 去高息 即是它現在都說 有9厘多息 是它預計的息都還不低 所以純粹是以一個擺度 可能當收穫式概念的話 其實神話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但當然煤股 好像剛剛都提及到 煤股我看法 都是一本門的 但只不過你以一個擺的角度 甚至乎你覺得都可以用來收穫式 這也是一個選擇 但是可能看到煤炭股 周期性都比較大 都是收息 都算是否風機比較大 最主要是去張 是規模最大 第二 始終我程度上覺得 即使在內地方面 即是你說不會發展新能源 這方面的情況也好 煤未知它都不用 所以變相之後都可以考慮 好 我看到神話 暫時升幅也有百分之百 我們這一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休息一會 好 回到智虎三木零時間 繼續 Stan你在旁邊 不如再看看大市的最新表現又如何 港股跌幅又再收窄了些 最新跌159點 佈了53,630點 A股繼續可以跑贏到港股 最新升幅擴大了些 在升25點 佈了3,598點 身份指數方面 升52點 背14,817點 不如再數一下 活躍港股 最新報價又如何 騰訊最新跌3% 佈了460元 至於阿里今天上市新低 最新跌幅 4.5% 佈了117元 美田方面也要跟著 全班科技股 中概股一起估 最新跌9.6 佈了238.2 比亞迪跌3.6 營賦基金會跌1號6 我們再看看6至10位又如何 快手也要跟沽下去 超過1個月低位 最新跌幅超過7% 佈了77.7 然後京東集團跌幅也有超過6% 先威爾國際 今日也要回套 因為跌6%廣外 另外中國電力 下午升多了 最新升到1成2 佈了4.28 友邦方面 今天創過52週新低 現在跌幅收窄了 上回80元 樓上報是81元 看看其他籃籌股的情況又如何 汇空今天算是逆市下 做得比較厲害的股份 升幅有2% 不過中移動 要跌5個S 另外港交所 下午升幅擴大了 升幅有超過2.5% 另外煤氣方面 武器跌 好 Stanley 是時候要幫一下家庭觀眾 剛才看到一隻中國電力 覺得他很厲害 又升多了 剛巧梁小姐問 何時可以入貨 這些位置 這位置不敢讓大家入貨 這位置 說法 他的股價昨天也挺波動 為甚麼 公司有配股消息 我昨天也和大家分享過 他配股力余了 因為說真的 他現在教了新能源 變相之下 他真的會集資去做這件事 甚至乎打入的時間 我覺得他有機會再集資 都真的不出奇 但問題是 因為市場本身 對於他未來 在新能源的發展 看得比較樂觀 而且就是說 剛剛在今天的時間 似乎有多了一些 可能你說新能源方面 有多了一些消息 好像說 綠色能 一些叫做綠色環保 裝備的消息 又令到那批板塊的股價 去炒上去 所以變成今天先追貨 就不太建議 還有這一隻的話 其實你會見得到的 股價走勢 其實都叫做 處於一個範圍走 大概都是3.4 至4.5 這位置都滑 所以到這些位置 如果你現在才說買的話 好像不太直撥 所以反而突然轉 看看有沒有機會 他有個價 可能是草水買這隻的時間 4元以下 你才再考慮 其實這隻股份 昨天都看一看 筆水 都買了12億 也有很多筆水追 是啊 其實想問一下你的價錢 剛才就說 可能4元樓下買 坦白說 最近交銀都說看好它的 目標價是4.4 不過今天好像快到到價 其實是 其實是不是真的 可能都未必有機會 再突破到之前的頂位 我會這樣看 因為始終這些板塊 都叫做強勢的板塊 如果你是以強勢板塊來計 破頂其實不奇怪 但只不過如果按照中國電力本身 我都是比較傾向於覺得 就是它那個基本面 即是它不斷地轉型 去做一些新能源方面的發展 不是不太OK 但只不過我覺得 鹽去這些位置 似乎各時部落真的不高 而且你看得到的 四個半樓上的位置 它的阻力真的不算小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這位要駁去到四個半樓上的話 你去到四個半樓上 你去到也真的不多 看看有沒有機會 4元以下再想一想再買 好 我們看到這隻升幅 又擴大了 已經剩3了 真的越升越有 看看整版電力股 今天跟著A股一齊都升得很好 好像華電國際 華能國際升幅7-8不等 另外大銅發電都升3% 華電電力升到超過6% 說一下藍醜新貴股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包含京東和網民 當然新澳之前 大家覺得有少少爆爛 就炒上過了 不過京東網民急急 藍醜新貴今天收市後就會生效 讓家庭觀眾先參考 不過可惜這兩隻本身打算 是不是都有什麼幫助 但又撞正那個中海股 那個風光 除牌風波 怎麼看呢 這隻嗎 這隻嗎 這一批先去看 這一批 如果你是現在這一刻 搏入藍醜 就無謂了 因為前途上 你現在覺得很對 你頭那兩隻 你現在面對著這個 即中海股這次這件事 我相信他們那個短期圖遮分 一定會比較麻煩一些 而且特別是網易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之前大家未 上個月的時間 曾經炒作過 就是說 內地方面未有些版號 全國說 很快會播批 但是結果指紋樓梯響響 也是沒有這件事 所以對於網易 其實那個孤壓 反而突然轉變得更大 所以變成這兩種股份 如果你是炒染藍的話 就似乎不是很直撥 但相比之下 潤啤 大家似乎對於 我們的啤酒寒熱看法 相對比較正面 對很多正面 想想一下貴度 是否可以加價 沒錯 如果是直撥的話 潤啤我覺得好像 感覺上沒有好一點 對於新鋪燃氣 新鋪能源 又不是很差 但問題就是 我相信 其實燃氣版塊 大家都覺得好像 這一陣 好像沒有太大的賣點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四隻選擇的話 選一隻潤啤會好少少 好 四隻這裏 覺得潤啤就似乎 風險 焦點方面 都比較上位 比較吸引一點 沒錯 不過你說到新鋪能源 雖然好像沒有特別 但剛好梁小姐 我們家庭觀眾 就說八五元買 想請教你 如何操作好些 純粹說股價 走去看的話 八五元買 都還可以先拿貨 不過就是你看著 應該這樣看實 為甚麼呢 八六元樓上這位置 過了很大 之前幾次 大概一百六十元這位置 都沒辦法 所以這一陣子的時間 即使有一個 叫做燃爛的因素 也好 八六元不穿的話 考慮阿特仙騰 可以叫做止賺離場 其實是不是之前的 那個掩爛因素 要炒都已經炒了 一來 二來 反而我都覺得 這個行業 即是我們燃氣相關的 板塊的看法 我比較都是一般般 始終都是很受到 一些政策的影響 所以就變成 積極股份 這批板塊 前景方面的看法 比較上都是中性一點的 那我們不如 看另一個板塊 就說一下 航運股 因為都算是在疫市下 有得升的一個板塊 是 市場在說什麼 就說現在有一個新的 變種病毒 Omicron 擴散 擴散 反映乾散貨運費 的波羅的海指數 都見到回升 其實見到整版 普遍都覺得升得不錯 你又怎樣評價這個板塊 是否真的可以 因為這個因素 繼續炒上去 大家現在覺得有一點兒 好像回到疫情之前的時間 疫情起初段時間 當大家 可能你說疫情不出來了 另外很多運輸 運輸鏈方面的情況 出現了一些叫做阻滯 所以其實這一刻的時間 這一批的叫做 航運股 大家有些憧憬 可能當時那個狀況 因為大家有這個印象 當時的民費價格 擺得很厲害 很誇張 大家會覺得 可能會出現這些狀況 不過即使我覺得 即使你撇除這個情況 因素也好 韓民那些費用 其實這一刻 沒有特別回得很厲害 BDI是回得很厲害的 但你見到好像那些集裝商 那些有回過 但跌得不多 所以按道理 這一批的板塊 我看法就不是太差 我覺得我比較相信 都是用審討樂觀的 OK的 因為股價有些真的好像 跌到好像 跌到內商 但這批股票 如果大家有貨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拿著貨 好 不如幫助家庭觀眾 你說有貨的話 都可以拿著 林女士說 3.07元 買一隻太平洋行運的 2343 就說想問指賺 或者指洩位 這隻很有趣 這隻的走勢 其實有點像 跟BDI的走勢 挺相類似的 你見之前有這麼的時間 BDI回得很急的時候 它的價格都回調了不少 但是現在也有些反彈 你見它的價格 是比較好的表現 不過如果你問我 看法的話 剛剛提到 都相對還是比較正面 所以如果這一刻 你有貨的話 你先拿著 你上面的 可能移到大概 50天線 3.3的位置 做目標價 好 3.3 做目標價 最新現價 都是林女士買入的價值 3.07元 最新升幅 是4.7元 回答各位家庭觀眾問題 一分鐘時間 就是陳先生用313元 這個價位 買隻康熙羅 說好不好交付 現在這位要交付康熙羅 老實說 跟現價比的話 都沒有了一半 但是這些疫苗板塊 大家都明白 很受到那些 疫情的消息影響 不過這一陣子 打不起來 為什麼呢 最主要是因為 你見到很多 你說的藥廠 有些可能你說 新的藥 和之前的時間 但是當這些變動未出來的時間 已經開始有些口腹肉腥出來 所以變相之下 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有些不利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交付就真的不好 反而突然轉 如果他們的價格 一旦上去大概是 8.7元左右 不如考慮人減一減榜 好啊 建議可能減榜 比交付好 沒錯 最新是《康熙羅新聞》 今天報是151.3元 升幅0.13% 好 看見這一節 原來時間也差不多了 Stanley 想問你剛才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好啊 謝謝你們 我們先休息一會 各位一節的財經消息 內地叫車公司滴滴出行 準備由美國改到香港上市 有分析就認為 在中美雙方的監管壓力之下 更多公司會有類似的行動 在美國上市不夠半年 經歷應用程式被內地下架 開展數據安全審查等之後 滴滴出行在社交媒體公布 經認真研究即日起啟動在紐約證券交易所 退市的工作 同時開始準備到香港上市 彭博引述消息說 滴滴目標是明年3月左右提交申請 報道形容今次事件是史無前例 因為據報內地年初已經示意 希望滴滴暫喚上市 先解決數據安全疑慮 但不成功 上星期傳出擔心可能洩露敏感數據 已經要求公司制定具體計劃由紐約除牌 反映懲處相當嚴厲 在美國上市的中資股 本身就面對中美雙方的壓力 早前據報內地考慮禁止企業採用BIE架構 即以離岸註冊的空殼公司 以合約等方式控制內地業務到海外上市 但是中國證監會否認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也要求 中國企業等交出會計底稿 披露是否採用BIE架構 證明不是由外國政府控制等 如果連續三年未達到財務審計要求 就會被強制除牌 有分析預期 相關中國企業 如果符合港交所的要求 一兩年內應該全部都來香港上市 我想這一定是大勢所趨 內地始終股市方面 上市公司數目排隊的還有很多 所以大部分你見得到 都是回來香港作為第二上市地 當外資要投資中國企業時 都需要在香港作為一個買賣的地方 這會令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介人的角色更加增強 他又認為事件反映內地對科網行業的監管只會持續 壓力沒有減少的跡象 無線電視王文軒報導 本港一個月的測息連升五日 再創今年的新高 港元測息全線向上 當中測息掛鉤按揭借 借益創的主要指標一個月測息 連續第五個交易日上升報0.19例 反映銀行資金成本的三個月期測息 也升至0.25例 常見消息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 回来节目时间 港股下午跌少了 主要看到港交所升多了 反复向上 最新升幅4%以外 看半天港股要受压 早段在科技股拖累下 恒指一度跌过337点 跌至23451点 最新跌至25点 还有23763点 成交方面超过913亿 科技指数也跟进一下 看见科技指数 最新跌少了 跌幅1.3% 跌至78点 继续摘住在6000点以下 5938点 数到汇特港股 见到汇特港股排头位的 有只腾讯跌幅2.1% 做463.4% 阿里巴巴早段 再见过香港上市以来的低位 最新跌幅也有3%以外 做118.6% 美团方面跌近3% 做240.2% 比亚迪股份295.2% 跌幅也有3.3% 刑户基金方面偏远一点 跌6仙 做23.9% 第六位的股份 看看快手 跌幅半城以外 做79.6% 京东集团收市之后 就会染染正式 见到股价最新都要跌 挨半城 做325.2% 至于港交所方面都上榜 升幅4%以外 首在450.2%位置 至于中国电力升超过1.2% 做4.29% 看着油邦跌幅2%以外 做81.1号半 大家关心的主要蓝筹股 补充下 见到港交所升多了 消息方面都可以留意下 内地叫车公司滴滴出行 准备由美国举到香港上市 消息今早已经有了 不过下午就升多了 最新升幅4.5% 做451.6% 至于汇丰控股方面 这个消息 看着欧盟向汇丰等四家银行罚款 就说他们是否操控了汇市 汇丰今天都有些支持的 升幅2%以外 升1.1%做45.1% 中国移动就靠稳 升1号指46.75% 煤气没有升跌 Ago的情况都跟进下了 现在暂时在国别发展格局 上证方面都升多了 上回到3600点楼上 最新是在3605点 升到32点 护心300指数都升到37点 做4893点 至于创业板指数就要反复一点 最新要跌2点 做3464点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煤炭股 见到下午升多了 就是据报内地可能容许煤炭加价 见到煤炭股 有三只升幅8%以外 以煤方面升到1.12%做14.74% 中煤能源升3.6%做4.55% 中国神华升1.38%做18.52% 看看大行报告 见到宁波周生说调高卸妆费一成 摩根士丹里说 今次是2017年底 内地开展码头营运 相反垄断调查以来 第一次有码头加价 意味着都消除了调高码头股份的 股值的一大障碍 因为见到在疫情 令到全球供应链都有一些樽颈位 货柜码头的投资不足 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增加投资的需求之下 相信其他码头有理由都会跟着加价 加上其他的股值障碍 譬如中美贸易战等就慢慢消除了 预计市场会进一步调高码头股的股值 对行业的看法是乐观 当中招商局港口是行业的首选 到马上跟进下 见到今天招商局港口股份都相对异动 也跟进下其他的航运股 见到其他航运股方面 中远海虹升幅1.6% 升2.2% 做13.5% 东方海外国际升1.9% 做152.2% 海风国际都升到接近4% 升到1.1.5% 做在31.2.5% 太平洋航运升幅半成以外 升到1.6% 做3.09% 中远海法都升到接近半成 做在1.5% 升到7% 除了航运股做得好 航空股都可以反弹 看看三间的中支航空股就相对突出一点 见到南航方面升幅4%以外 升1.8% 做4.45% 国航都升到2.5% 做5.09% 中国东方航空升幅半成以外 暂时都可以派人同意 节目时间足够了 多谢收看 大家好 来到智库錦囊積金创富环节 今天我们请来康宏理财卓啟雄 和我们谈谈强積金最新的部署 卓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先谈谈外围最新的情况 当然美国通胀升温 连联署局主席鲍威尔 都今个星期放了一只鹰 说到通胀该不是暂时的 而且会加快缩减买债的步伐 现在市场对于提早加息的预期 都升温了一点 不过又碰巧有新型变种病毒 认为你一段的讲话当中 你解读到什么意思有什么启示 以及究竟现在对加息的时间 你怎么看 除了通胀升温之外 其实加息主要受到两个主要因素影响 分别就是经济数据和失业率 刚好最新美国一些主要的经济数据就出了路 分别我当是PMI的指数 以及美国一个默契根大学的消费指数 其实都有上升的趋势 而最新的新领首次失业救济金 其实都已经回落到19.9万个 这个数字其实都是近疫情之前的数字 都去一些低位 暂时来看好像这个Omicron 新型变种病毒对加息的影响又不是太大 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回过往的一些数字作为一个参考 以上一次的变种病毒Delta为例 其实Delta就在2020年的年底就在印度出现了 去到今年2021年的6月就开始在全球不同的国家示弱 看回导致其实在6月份这段时间 其实指数就大约在35000点左右 跌到到33000点这个调整 其实都在说大约是一两个星期左右 跌幅就是5个percent 很快就从10个星轨了 其实这个市场的反应都可以反映到 其实现在的市民可能都是比较适应了那个病毒 那我们有句说话就好像跟病毒共存那样 那随着这家那个疫苗的接种比例上升 那很多一些市民 其实就算可能中了这个新冠病毒之后 其实都未必需要去医院好求医的 那美国都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所以其实如果你说 就是近期的疫情对于那个加息 那个影响又好像不是说真的太大 那当然了其实这个Omicron都是刚刚才出现了 那我们都要提回那个持续发展 看看它的影响会有多大的 那所以暂时都是言之上早了 听起来好像就已经不觉得美股会太差了 那说一下实质怎样部署的仓位 那看到美股基金上海月跑赢 那不过呢美股那就是真的有点波幅的 就是升升跌跌的那样 那持续调整风险大不大呢 如果真是今年强制金欠美股 那当然就叫做回报真是挺亮丽的 那现在需要因应着现在最新的市况 你觉得要做少少调整呢 那因为呢刚才都讲过 因为就是以上次为例 Delta其实那个影响又说真的不是太大 那其实呢我想就是QE以来呢 其实那个热钱就真的太多了 那都造就了美股呢 其实都有一个挺好的上升趋势 而近期那些经济数据呢 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两个主要经济数据呢 其实都是真的做得挺不错的 那加上呢其实我想市场上面这些人呢 就是开始都比较适应了呢 就是去减买债啊和加息的预期 那所以我相信呢 其实在美联储局真正去落实这个加息 或者真正开始减买债之前呢 其实我预计美股都会继续向一个上升的趋势的 那所以你说其实可能强积金当中呢 美股呢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个调整 那但是又未必全部去走掉了 好那就讲下一个实质的部署例子 那刘先生呢他就32岁的 强积金组合装中了 有50个percent美股基金 50个percent是懒人基金 有什么具体的部署策略的建议给他呢 嗯 因为呢其实刘先生32岁啦 那都不是很知道其实这个case 他什么时候买入美股啦 那但当然啦 其实就算他什么时间去买入美股都好呢 其实都相信有一个正数的回报的 因为始终呢美股刚才所说的 这几年都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啦 那更夸张的是呢其实过往一年半呢 其实美股由上年可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得导致得一万八千点左右 其实到到就算现在调整了呢 都有三万四千多点呢 其实升幅呢都达到九成的 那如果以纳斯达克指数来说呢 都就是更加夸张啦 就是升幅超过一倍三啦 那所以呢其实我也建议呢 其实在强积金当中呢 如果有美股的话呢 都可以转回去一些中港股票啦 或者可能是一些亚洲的股份 那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亚洲的股份的估值呢 都相对地便宜一些 那如果这样转的话呢 都可以有效地减低风险 那我们看一看那个指数的那个市盈率啦 那其实如果以MSCI亚洲 日本除外那个12个月的预测市盈率呢 其实现在只是只有15.6倍 那如果相对比其他的指数 比如可能标准普258指数的市盈率呢 大约是22.5倍啦 那MSCI的欧洲指数呢 就是16.2倍 那而MSCI的世界指数的市盈率呢 其实现在已经是20.3倍 那所以呢 其实亚洲股份的市盈率呢 相对比起其他的market呢 其实现在都算是便宜的 那所以呢 如果美股真是 就是刘先生 我想都有多少的升幅之后呢 其实可以将一半的资金呢 其实可以转回去 亚洲的股份那里 那有效分散风险之余呢 其实都可以是一个比较低位的 长线持有的机会 那另外呢 都见到刘先生是有卖到 我们俗称懒人基金 即是预测投资策略 其实那一半 我觉得都可以继续去持有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那个预测投资策略呢 里面根据刘先生32岁这个税数呢 其实应该就会有六成是买环球的股票 而有四成是买环球的债券的 那如果以整体为例呢 刚才讲说将50%美股呢 就转回来就是一半去到亚洲呢 那最后一个比例呢 应该就会变成了25%美股 那25%亚洲 那组合里面有三成是环球股票 有两成是环球债券 那这一个这样的组合呢 应该都会几分散到风险之余呢 也都可以进取一些 那我就说如果是早买美股的话 那50%都是时候take profit 或者转个仓呢 那就买一些股值便宜一点的 那和我们都拆解一下懒人基金 因为呢看一看的return 懒人基金呢 11月那投资回报0.6% 但原来的累积回报呢 挺好的 那强积金回报1至11月呢 预测投资策略 即是组称懒人基金回报去到9.5% 那今年呢 那大家都知道 这些港股就表现一样一样了 那市况比较波动的情况之下 对不对选择懒人基金 其实懒人基金是对什么类型的投资者呢 我觉得就绝对对选择了 因为说在市况很波动的情况之下 其实首要条件是做好风险管理 那刚才你都有提到 如果买港股最近真的很不济 那但是根据积金局的数据呢 其实香港人都挺喜欢买中港股票基金的 那在他们的组合里面 其实差不多有超过一半 其实都会选择中港股票基金 那如果在市况 好像今年那样不明朗的因素底下 其实强积金回报都受当其冲 那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跌幅 那所以其实这个预测投资策略 其实就可以发挥到效用了 因为为什么呢 当在股市波动的时候 其实它就很有效地 随着市民的年龄 就分散了在不同的一些股票和债券的比例当中 那以譬如18到50岁这个年龄层呢 其实它的股票和债券的比例 大约是4到4成和6成的 而去到50岁到64岁呢 在环球股票的比例呢 其实相对就会逐年去减少 那就减低过风险的 那去到市民65岁呢 就是退休年龄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环球股票和环球债券的比例呢 就去到8到2的 那所以呢 其实在很股票波动的情况下呢 其实你刚才都见到呢 懒人的基金指数 懒人包指数呢 其实都有一个正数的回报的 好 那我们都留意 懒人基金 市况波动的情况之下 叫做有多个选择 那我们常常都说 这种股票比较一样的 那开个地区的分布出来看 究竟有多一样的 那的确呢 美国1至11月 那个股票基金 回报24% 欧洲15% 中国及香港要跌7.4% 当然我们香港观众 可能呢 都真是拿中港股票基金 在这个仓位里面 部署得比较多 港股似乎还在沉底 不像说有很大的反弹力度 究竟拿着中港股票基金 虧钱的投资者呢 又可以怎么做呢 那如果你说中港股票 跌7.5% 都算是 比起指数都不错的 因为为什么呢 看回那个 恒指呢 其实由年头到现在 都跌了差不多14% 那如果你说 以年初高位再跌下来的话 跌了差不多2.5% 那看回恒指的预期的市盈率 就是我们说的PE ratio 其实现在大约是15倍左右 那在这几年的比较呢 其实都不算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 那加上其实呢 外围都很多不明朗因素 就是刚才说一个 就是新型的变种病毒 那又忧虑加息 加上一些中央的一些监管措施呢 其实我相信恒指呢 都很难有一个显著的胜伏的 那和近期呢 其实都没有什么好消息 那我相信恒指应该会继续沉底 但是呢 可能就是投资者 都要留意回呢 其实个别的股份呢 其实都跌到一些 比较低的位置 就是那个跌幅都挺深 就是例如可能 就是很多市民都比较关注的 我们叫ATMX 就是可能腾讯 阿里巴巴 或者小米 美团 那样呢 其实都在高位跌了差不多四成 而阿里巴巴都更加惨烈 就是近期都创了上市的新低 那所以对于一些可能 持有货的中港股票的投资者呢 可能都是情况 是时候呢 去做一个我们叫去无存清 就是看可不可以会转仓 那如果对于一些可能 未买货的人士呢 其实都可能要分段去 去吸纳中港股票 就未必可能一次过呢 就那么进取一次过 摆下去了 好 另外呢 有些股票呢 其实现在将A股称高一线了 那就单受内地股市 有大航就说 这个股市这么波动 内地股市还定防守更强些 那怎么看A股前景呢 A股前景呢 其实都是虽然没有港股跌得那么厉害了 但是对一些中央 这个监管措施呢 去到教育啊 医疗啊 甚至近期的房地产呢 其实都左右到大舍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上升空间 那我相信其实中央呢 这个监管措施呢 有机会都会在不同的行业陆续出台的 那所以其实你说上升的空间呢 其实就未必会说那么高 那但是中长线来说呢 其实A股表现也挺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央这个监管措施呢 其实某程度上呢 对于不同的行业那些 那些我们叫做不确定性 或者系统性的风险呢 其实相对地减低的 那所以中长线来说呢 对于这些个别的板块呢 其实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的 那所以如果你说一些投资者 可能想是中长线去持有A股的话呢 其实现在这个状况 都不失为一个入市的时机来的 那但是最好就未必是 你一次过买入去了 可能都会分回几段来买入 好 那我们和我们做个展望 回顾上个月强积金表现 其实都要好看不同的资产类别的 那不是只看股票基金的 那当然今年债市波动 看到费仙琴固定收益那边 那一至十一月都录得一个跌幅 那就跑输了 明年的投资环境不同的资产类别 哪些要小心一点 哪些你觉得可以看好一点的 好 我想呢 首先讲开固定的资产 那其实固定的收益资产 其实都主要是买环球的债券 那环球债券 其实2021年呢 真的做得比较差一点 那单看上半年 原来都平均跌了3到4% 那近这几个月呢 就更加不滞了 那因为又加息的忧虑 加上可能近期 亚洲债券呢都受到恒大事件的影响呢 对于通胀和息后呢 其实成一个我们叫搖搖板的反向关系 就是当可能通胀升温的时候呢 那债券价格呢 其实就会下跌的 那所以呢其实在投资组合方面呢 其实下年的展望呢 都应该可能尽量 将固定资产的比例呢 可能就减少了的 那畢竟呢 其实强积金呢 都是一个叫长线的一个投资 是退休才拿 那而时间呢 其实都可以有效减低风险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都不适宜呢 其实在强积金当中呢 其实都太保守的 那加上呢 其实强积金呢 都是叫一个叫做平均成本法 那即是说呢 每个月的供款呢 当个市场真的跌的时候呢 他都可以买多些 我们叫unit 就是买多些货 当个市场升的时候呢 就会自动买少些货 那所以下年的展望呢 我都会觉得 可能在固定收益比例当中呢 可能减持回 那可能增加回一些环球的股票 那另外都讲开 我们分析一下 时间有限了 那小总结 那大家可以根据地区 根据不同的资产类别 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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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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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